真的想一想啊 宝哥好像有一阵子没有这样子 坐着跟大家来聊聊天了 乔拉大家好 用那个毛利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 我相信只要有申请过纽西安签证的人 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个 难关吗 还是门槛还是心魔 就是没有错 移民官对 就是移民官这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验 那包括宝哥自己本人 我曾经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定会碰到移民官 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移民官 那我们在面对移民官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情绪跟态度 对不对 我们大家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 首先 这当然是宝哥自己的个人经验啦 我觉得 如果你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啊 都没有移民官来跟你联络 我觉得不要担心 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 因为那反而是好事耶 真的就是 反而好像就是表示说 你的申请 你提供的资料什么的 好像都没有问题 然后 你也符合他所有的那个checklist上面 所有要的东西 那他就没有必要联络你 然后你的签证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他就直接批准就approve 然后就寄到你的email里面去了 或是通知你的代办的业者 或者是你的移民顾问 对啊 很好耶 所以我真的觉得 如果没有移民官来跟你联络啊 真的不要紧张 不要担心 不要想说 靠谣我的案子是不是被遗忘了 还是是怎样 是被冷冻的 被被冰存的 还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 以我个人经验来说 诶 no news is good news 就是没有来找你 反而是一件好事耶 我申请了几次 然后我发现 只要移民官没有来找我的时候啊 我的速度就是飞快 就是一下子就好了 然后移民官有来找我的话呢 一定就是要补件啊 要不然就是有些问题啊 他可能不懂要厘清啊 或者是什么事情要再叫你去解释一下啦 所以纯粹个人的经验分享哦 不要说因为我这样 所以你们就这样哦 因为我们之前跟Lisa姐姐都讨论过了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 不要一概而论 好 再来就是我相信大家也一定会有 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 就是呢 可能你的代办业者或是你的移民顾问 然后告诉你说 你要填什么东西 你要交什么资料 你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忍不住会有一些情绪上抵触的反应 就觉得说 哦 拜托 烦不烦啊 有没有搞错啊 我不过是要办个什么东西 有必要这样吗 这个也要教吗 这个也要写吗 那个也要提供吗 然后什么什么的 对 你就会忍不住会有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情绪上的反应 因为我也有啦 就是大家都经过这一段 呃 对啦 就是抱怨归抱怨 不爽归不爽 然后你可以跟你的代办业者啊 你的移民顾问啊 然后就是去宣泄你的情绪啊 或是跟你的朋友吐槽啊 说啊 这样这样什么的 对 但是呢 也就这样子啦 不要真的把这种情绪反映到移民官的面前去 因为每个移民官呢 都会有一个 就是按照不同申请明目签证 他都会有不同的checklist 他要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那只要跟这个其中一项不对 不吻合 或者是他有些疑问或不清楚的 他就一定会去通知你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好情绪上面去抵触的 因为你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 你的签证可以办得下来嘛 哪怕是你即便觉得很烦 很啰嗦 然后呢 可能你人又不在台湾 然后你还要麻烦台湾的亲友 去帮你跑一些什么东西 去帮你到各个机构 或者怎么样去申请什么东西 对啦 你可以很不爽 你可以有很多的情绪 你可以有很多的抱怨 可是怎么讲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 不就是希望这个签证可以办得下来吗 叫你给他什么 你就给他什么咯 因为你有再多的情绪抵触都没用啊 因为人家的规定就是要有你这些东西啊 那移民官看不懂 他就是要你去解释啊 他有疑问 他就是要你给他东西 让他去消除这些疑问啊 那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 你不就是有这个义务要去 让他所有心中对你的疑虑都消除都不见 然后让你的申请符合标准 好让他可以一关一关的这样子帮你审查 到最后过关批准你的签证吗 我也相信啊 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一段啊 我也有很多的不爽跟抱怨 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也要给 为什么这个也要 然后不是就写在那边吗 你为什么会看不懂 为什么还要问 就是你会有很多的 一定会有 但是呢 相信我 只要走过这一段啊 只要这一段顺了以后啊 一切后面就会很顺 对 然后呢 你真的也不要去把这种情绪啊 不满啊 发泄到你的移民顾问 或是代办业者的身上 因为他们很无辜 因为不是他们故意 好像说要拿着鸡毛当令件 故意要刁难你 或是怎么样 他跟你要很多东西 他跟你要很多的更正 他跟你聊很多 他要听很多你的故事 主要也就是因为在防范说 如果将来移民官跟他要东西的时候 他能够讲得出来 要适宜的时候 他能够解释的过去啊 所以你不要把这一些要帮助你 在帮你处理事情的人 给你的种种的疑问啊 跟功课啊 你当作是一件很讨人厌 然后找你麻烦的事情 真的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真的啊 没有人想要去故意的去为难你 或是刁难你 不要有太多的情绪抵触 这样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就乖乖的配合就好了 因为呢 只要记住啊 我们最后最后 我们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这个签证可以办下来 让我们顺利的呢 可以进到纽西兰 在纽西兰工作也好 在纽西兰生活也好 或是将来一步一步的完成 我们的移民的梦想也好 这都是有必要经过的过程的 那这个只要一过了 你签证拿到了 一切的代价 一切的不爽 一切的什么都烟消云散了 都值得了 不是吗 哦 好啦 就今天宝哥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那以后呢 宝哥还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或是感想 或是感受呢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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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